美国国务院4月19日更新全球旅游警示 把全球范围内约80%的国家列入第四级不宜前往级别 指跨国旅游带来极大感染风险 强烈建议国民小心考虑出游计划 截至4月19日 有100多个国家列入四级请勿出行警告名单 由于防疫限制 大多数美国人已经被阻止前往欧洲大部分地区 华盛顿已经禁止几乎所有最近在欧洲 中国巴西伊朗和南非大部分地区的非美国公民 拜登政府20日宣布 随着美国经济从大流行中逐渐复苏 今年将允许增加更多的季节性工人 除了国会设定的年度限制66000人之外 美国还将批准另外22000个H2B季节性工人签证 H2B签证计划用于填补园林绿化 建筑旅馆和饭店以及海鲜和肉类加工厂和游乐园等领域的工作 国土安全部表示在申请的过程中 雇主必须证明如果他们没有按照该计划雇佣工人 他们可能会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 4月20日 12名陪审团成员经过两天累计达10.5小时的讨论 对以膝盖跪在非裔弗洛伊德进部 并导致其死亡的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肖万做出定罪 包括二级过时杀人 三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罪全部成立 法官将择期宣布量刑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抗议和冲突 不仅是案件发生地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全美各大城市均加强警备 洛杉矶警方加强了社区外联并计划增派警员 旧金山警方取消了警官的自由休假日并计划部署更多警力 亚特兰大警察局发布声明表示将与地方、州以及联邦执法部门协调努力 准备对可能发生的抗议迅速做出反应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警方表示 将从19日开始实行12小时轮班制 与派遣的25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和立位特区提供安全支持 洛杉矶市市长贾希提在19日晚发表的事情咨问中 建议拨款数百万元用于设立一个新项目 帮助因疫情受困的餐馆、街头商贩并避免收取额外费用 贾希提提出 7500万元用于疫苗防护用品的递送 1亿5100万元用于促进种族正义和经济平等计划 近10亿元用于解决邮民住房问题 提供2500万元的返还支票 用于帮助餐馆和小型企业偿还债务并重启业务 提供弱势家庭一年内每个月1000元补贴 贾希提建议的2021至2022年度预算 一旦通过将在7月1日实施 苹果公司4月20日举办2021年度的春季发布会 推出新一代iMac一体机、iPad Pro平板电脑 AirTag蓝牙防丢器和一款紫色的iPhone12等产品 AirTag如同传闻中一样 这是硬币大小的配件 可以通过蓝牙及UWB超宽品技术与手机连接 放在钥匙、书包甚至宠物身上 起到定位查找的效果 后者才是重点 苹果称之为精确查找 新款Apple TV配置更快的A12仿生处理器 Apple TV 4K支持色彩平衡功能 可利用iPhone对电视进行自动调整色彩设置 新款iMac搭载自研芯片M1和指纹识别的新款iMac键盘 为庆祝2021年联合国中文日 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员工组织联合国中国书会 以聚焦象形文字为主题的三场活动 分别关注古代四大文明、多种语言使用和字元文字 这三场活动分别讨论三种象形文字 两主文化刻画符号、东八文和甲骨文 以及与之相关的三个世界遗产地 2010年联合国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 旨在庆贺多种语文的使用和文化多样性 其中中文日定在农历24节期之古语 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组苍结造字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